一边处理工作业务 一边还要挂心家里小孩 职场妈妈 事业育儿两头烧 虽然有育婴假 但现行育婴流停 每次必须以不少于六个月为原则 最小请领单位为三十天 在子女三岁以前 最长可请到两年 民团建议可以更弹性化 改以日或小时为单位 实现更拉长到小孩八岁前 让家长更能兼顾工作和育儿 也不用担心说我请太久 会工作不见的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短期休 我照顾小朋友 或是我临时必须要处理 小朋友有的事情的话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 我自己身为一个女性 也是三宝妈 同时也是职业妇女 在我们这个少子化年代 各种弹性上班的方式 我觉得都可以鼓励企业来施行 劳动部听见妈妈新生 提出草案计划 初步先把最小请领单位 改为五天或七天 也给事业单位刹车机制 有实际运作困难 或影响营运 有海咖的权利 试办期间为半年 最快年底上路 临时说我下礼拜要休 可是我可能有一个专案在改 那长官可能就会觉得 语法必须要让我请啊 可能他们就会 心里有很多的不满 那我可能就是 回来就会黑掉 虽然是给妈妈们弹性 但劳动部强调 会建议配合弹性育婴价的雇主 原则上事办半年内 给劳工三次请领机会 考虑到说 事业单位他之前有表达 有一些困难 就是他的人力调度 或者是要找替代人力 那我们大概是会建议 五天或者七天 那这个是一个建议的方向 期盼事办期间 搜集企业意见 但或许雇主会有考量 人力需求 该怎么请这弹性育婴价 还是得看老板认受范围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